欢迎收看保导聚焦 一起来聚焦报导 我是林清斌 上个礼拜我们的节目 才讨论到高雄市长韩国瑜 他要举办很多场 比较少见的所谓 党内初选的造势大会 而第一场在台北 上周末正式的登场了 主办单位说 现场来了40万人 透过这场造势大会 真的可以让大家感受到 这个韩国瑜对群众的 这个号召力 而在这场韩国瑜的 所谓的参选起手势之后 国民党的党内初选 是不是除了他之外 再也不做第二人想的呢 还是还有其他的变数呢 相关台湾政坛的热门话题 我们今天好好来讨论一下 今天现场有三位来宾 首先是文化大学教授 柳泽逊 清明各位大家好 以及政治评论员 姨乃津 清明好 各位朋友您好 以及世新大陆的副校长 柳子祥 清明好 大家好 好 首先我们先透过 以下的新闻片段 进入我们今天的讨论 为力挺高雄市长韩国瑜 进逐大位 支持者六月一号 在台北的卡达格兰大道 举办造势活动 期盼延续 2018台湾地方选举寒流气势 过去多次表示 只能够被动参选的韩国瑜 有了更明白的表态 韩国瑜参选态势越来越明朗 虽然国民党内初选尚未举办 他已经把层次拉高 目标直指民进党可能对手蔡英文 重批他执政无方 蔡英文当选 讲了七个字 谦卑 谦卑 再谦卑 现在这七个字换 权力 权力 爱权力 首场肇事活动主办单位宣称 40万人参与 后续6月8号首度跨出台湾六都 移施东台湾花莲 6月22号则在中台湾台中 还有两场逝世大会 韩国瑜都将出席参与 好 透过我们的新闻画面 可以看到这一场所谓的 造势大会 应该算是就人数上 应该算是成功的 但是人数有点不太一样 警方说大概是7万人 8万人左右 而主办单位说 现场至少有30万40万人 但是我要问奶金的就是 其实那一天下午 其实还下了一场大雨 大雨之后呢 群众还在现场 所以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 韩国瑜对于这一些 所谓的支持者跟韩反 他就是有那个凝聚力跟号召力 所以他也才要办这一场所谓的 造势的事实大会 对这个韩国瑜来讲 这场的人数呢 最重要的呢 不管是警方说的7万人 6万人 或者是主办单位宣称的40万人 重要是你现场摆正 摆开来之后 那个气势如虹 而且很重要的是 因为韩国瑜呢 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 经历过很多的风波 他当这个高雄市长 然后在质询很多相关问题的时候呢 被认为是一个 就蔡英文是空心菜 我们都很知道 韩国瑜呢 也被认为是一个空心菜 就是他对于政策很多东西不理解 然后呢 对于他在这个担任这个高雄市长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他如何的回答 他要去角逐大位的正当性 他都没有办法去应对 还在包括在这个台湾内部的 有关于这个韩国瑜 他有外遇 有私生女各种各样的 打韩国瑜的 这种各样的传言的时候呢 他那天的这个造势 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气势 这个气势就在于是 韩粉是打不退的 韩国瑜是打不退的 所以呢 只要画面呈现出来的是 打死不退的韩粉 以及打死不退的韩国瑜 坚持到底的意志的话 他就成功了 而现场呢 到底是3万人 6万人 7万人 40万人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要先通过 国民党的初选的考验 而且最重要的是 假设他通过了 国民党的初选的考验 他也得赢了明年1月11号 才算数啊 否则这些呢 都是虚的 不过我们除了从 人数上面来做个观察之外 还可以从他的言论来做观察 这一点我就要问 尤老师就是 他的言论 其实他向来都着重打经济牌 那他这一次的在台上的这个所谓的发表的宣言或者是致辞来讲 其实也都在着重在经济方面 但是他提到所谓的自经区 FTA他也讲到了 但是呢他就是不回应国民党内有关分争的事情 他也没有琢磨在这一块部分 再来他就批评蔡英文政府 所以很多人说 诶 那个态势不太一样 他把自己的层次拉高了 好像呢你跟我谈经济 我可以开始跟你讲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 我不再是空心了 我可以谈政策了 再来我不跟你们国民党内的纷争搅在一起 我现在唯一对手叫做蔡英文 好像他已经把自己层次拉到道 他已经是国民党的参选人 代表参选人了是不是 当然我们就那一天在造势大会上 韩国瑜的演讲看来 我同意清兵的说法 他锁定了绿营 把绿营执政不好 把他们对不起下一代 把蔡英文没有照顾好人民的生活 这些都是他把蔡英文锁定为目标 基本上不太理睬国民党里面 其他初选的人 但是有没有像清兵说的 他有讲到细节呢 我必须要说 你可以从他的群众看出来 国民党这次初选 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初选 因为韩国瑜吸引到的 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是情感型的群众 大概他吸得干干净净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种觉得韩国瑜 有说出他们的心声的 那其实也不太需要细节 你只要说出那句 我来自基层啊 而且莫忘世上苦人多 其实就打动了多数他的群众了 你知道因为他的群众觉得 你们以前 不管民进党执政没照顾到我们 你们国民党那些 关在大楼里的精英 那些大官 以前呢或者那些大企业家 也没有考虑到我们 而这一位看起来对很多人来说 可能土包子长相的人 反而有反映我的心声 所以他基本上把情感型的选民吸光了 而且情感型的选民 既然我们称呼他为情感型 他的情感表达也胜过 我们一般说的理智型 渲染力就对了 对不对 因为很多理智型的在家里想 两个都好啊 我选哪个都行啊 我来听听政见啊 这些人平常要上班的啊 然后呢你叫他去造势大会下雨啊 没有雨音怎么办 都很理性在考量 都很理性 所以我可以给你保证 其他人朱立伦 郭台铭办不出一样的活动 就算办了 他的群众也不长这样啊 所以基本上韩国瑜等于做了一个 武力展示 告诉国民党 这就是我的这些人啊 你们就算要弄我 把我弄得怎么样了 你要先考虑他们啊 如果你最后让他们不高兴了 我告诉你这选举也不用选了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他在走这个路线 那这个路线确实要提醒国民党 因为你怎么会弄了半天之后 让这么多基层的选民觉得 党中央完全跟他们是 不走在同一条路线的呢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过去长久以来 包括两岸交流 感觉利益集中到少数人身上 包括在台湾的执政 感觉你们好像不接地气 跟人民脱节了 我觉得这一点啊 不管最后谁出现 韩国瑜这个造势活动 至少大声地告诉了国民党的高层 如果你们再让人觉得 你跟基层是脱节的 那什么选举你都很难赢的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确实展示了 他强大的基层的支持力量 未来不管谁出现 都必须跟这群人沟通 让他们知道我们有照顾你们 我们有反映你的心声 否则大选是很难赢的 接下来我就问牛老师 其实大家都点到了 说真的就是如果以以往的经验来看 国民党的人事要造势成这个样子 其实好像比较少见 很多人就说好像有点看到 以前的沉水扁 那种对于基层的煽动力 好像因为他讲的就是说我是庶民 他诉求的就是我要来自基层的支持 而这些基层的支持是不是就像乃琴姐刚刚提到 那个还没有办法撼动啊 而这也是韩国瑜他最擅长的地方 他可以触发这个激情啊 牛老师 确实是啊 就是说这个是他自己本身最强的一个相对的优势啊 意思也就是说他的草根性非常十足 然后他接地气产生了一定程度 含流这样的一个能量啊 确实在这场的一个整个造势大会里面啊 他能够把自己最强的一个优势有时候相当程度的发挥 去烘托他所谓的一个庶民领导人这样的一种概念 他特别强调是一个庶民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 这场的造势活动对他之前啊 缓缓下跌的一个声望来讲的话 确实产生了止跌的效果 对大家都在讨论这一点 但是就是说啊 是不是能回升那是另外一回事 要回升的话 他是不是要强化他自己本身相对的一些优势 更加强化一些专业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在市议会的部分 他被接受他打群的时候来讲的话 其实被人家质疑是并不专业的 这个部分如果能够强化 然后能够凸显出大致参选的一个正当性来讲的话 我觉得回升的机会才有 但就是说能够止跌已经不错了 因为毕竟这场造势活动 至少产生了三个效果 第一个效果就是说 拉抬了自身的一个能量 第二个冲击了蓝绿的一个选情 第三个震慑了科匹 所以拉抬自身的一个能量 这个部分非常非常清楚 你从人的一个部分 参与的人数的一个部分 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然后在民调上面来讲的话 确实有相当程度止跌的一种效果 那冲击蓝绿的一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也非常非常明显 就国民党的一个初选态势来讲的话 这一场的一个造势活动 基本上已经奠定了韩作为 唯一领先的一个地位了 而如果就冲击绿军 那个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蔡英文 她本来的一个盘算是 如果能够借由绿军的一些市议员 把韩国瑜能够困在高雄来讲的话 一方面她就可以腾出手来 去进行一个耍赖 耍赖清德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可是呢 很显然这场造势凸显出来 蔡英文的如意算盘是没有达到的 那些高雄的绿军的议员 其实没有办法把韩国瑜 就定制在高雄 韩国瑜还是 形塑了一个飞龙在天 这样的一种概念 那所以对蔡英文来讲的话 可能她又要重新拨打 她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算盘 在争韩国瑜跟耍赖清德的 一个面向上面 怎么样去做一定程度平衡 我觉得伤透了蔡英文的一个脑筋 那对于柯文哲来讲的话 本来她可以慢慢的坐山观虎斗 像一个吃瓜群众一样 可是呢 现在蓝军已经迅速盘整 他势必会影响绿军 蔡英文跟赖清德的一个博弈 那所以逼得柯文哲 他也不能够只坐山观虎斗 他势必要慢慢开始主动出击 把他自己本身这个策略轴线 战略跟战术清楚地拉出来了 游教授刚才提到的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是说 对于韩国瑜的那场造势来讲 他就是武力展示 所以呢他这个是对他自己下跌的 这个民调的时候呢 有指稳的作用 但是呢他会不会像这个 纽教授所说的横扫千军 在国民党内呢变成定于一尊 我觉得因为主要状况就是说 台湾的这个选举的变数呢 实在是太多了 任何一点的 任何的一点的蛛丝 马迹 风吹 炒动呢 都会影响 更重要的是 因为国民党的 做的这个初选民调在7月 7月才要举行 7月才要举行 像这个郭台铭的支持者 或者其他人的支持者 的确就如同这个游老师所说的呢 他们是不会出来的 他们不会出来的 那你看这个韩国瑜的 这些的支持者呢 很像很像很像 当时的红杉军的群众 然后呢韩国瑜的支持者呢 对他呢有一种 就是一种非常的感念 感动的心情 当时在九合一大选的时候 韩流起来之前的时候 没有人觉得国民党会赢得 九合一大选 可是呢韩国瑜呢 用一人救了一岛 而且是大赢 所以到现在为止的时候 之前的时候他累积的这些的能量 在这个前面经过很多的一些 打韩的这些风暴的时候呢 让他们觉得说韩国瑜受到了委屈 所以他们要站出来 这也是个宣泄 对他们要站出来 而且呢背后呢有好几个不同的势力在运作 在运作就是他们今天要支持韩国瑜出来 为的是他们自己的 自己的未来不管是选立委也好 或选任何的势力也好 为了他们自己来铺路 所以对于韩国瑜来说关键来讲就是说 当国民党在7月才要做民调的时候 其他人不管是郭台铭 其实重要的只有郭台铭了 到底跟他的之间的声势呢 能不能够有替代性 因为那这个是要续航力的 韩国瑜来说因为反正这个高雄市议会总执行结束了嘛 他就可以有比较有他的自说自话的这个空间 然后他的这种庶民的这个语言呢 其实现在很多选民根本不谈理念的啦 他这数年语言是会打动的 可是台湾的内外的政治形式很复杂 所以对他来讲到底能不能够在7月 还能够这样子横扫千军是一个变数 所以这个第一场的造势活动之后 真的爆发出这么惊人的能量之后 是不是国民党内的初选就完完全全的底定了 后面就不用再进行了呢 稍微休息片刻我们来讨论一下 韩国瑜的第一场造势活动结束之后 大家很多人都说是不是整个国民党的初选大势底定呢 因为后面其实还有第二场跟第三场造势活动 韩国瑜的支持者就说我们至少希望每一场都能够动员10万人 刚才乃金姐有特别提到 但是整个国民党的初选就真的完全最后就定于一尊了吗 至少有人就讲说韩国瑜这场造势活动之后 再也没有其他蓝绿的人敢再办相关的造势活动 但是这样就能够代表国民党真的就非他不可 或者是一定是他了吗 当然我相信很多韩国瑜的支持者 希望经过这场造势就符合我们图上所写的大势底定 但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如果你再跑到花莲办一场 当然很多人想说你第一场台北这么多人 花莲有办法复制吗 你再跑到台中有办法复制吗 我必须说就我了解到的韩粉 是有可能复制的 会跟着跑 因为同一群人你知道吗 这同一群人爱死他了 所以这一群人还真的会不辞艰苦 可能三个地方跑一次 这个机会存在 可是三个地方都很多人 如果很多是重复的人 这代表你大势底定了吗 我们如果用选民的背景来分析的话 韩国瑜非常特别的 他现在抓到了一群深蓝 那个深蓝呢 其实很多是军工叫年改的受害者 深蓝 然后他又因为他卖菜狼 跟基层跟说话的方式 抓到了一群浅绿 甚至还有一些以前是深绿的人 一群農民 一群台湾基层的渔民 农渔渔民劳工可能支持他 所以这两个组合是非常少见的 你把一群深蓝可以大家一起唱 过去国民党爱唱的那些歌 那这种组合再加上农渔民 这不可思议 可是郭台铭吸引到的是谁呢 刚好是在这两块中间 那群叫浅蓝 或者一些浅绿 或者一些年轻人 所以你说两个人对决 到底谁会赢呢 比造势大会一定韩国瑜赢 可是现在我们决定 不是用走去投票所投票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办造势大会 是因为最后希望你去投票所投票 要动员你 这里等于是一个演习 等于是个阅兵 可是那个是你在家接电话 所以跟造势有没有 没有叫你一定要站出来 对 有没有必然的联动关系 甚至刚刚乃金讲的我也同意 甚至一些比较理智型的选民 还会怕 还会怕说你走得这么情绪 你走得这么情感导向 最后你的能力够不够 还是有一些浅蓝的人 会想这个问题 所以我认为 现在就要宣判这件事结束 我觉得太早了 当然他们就是希望用这样的造势 看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参选人 自己知难而退 我知道他们一直想这样 问题是如果连王金平都没退 朱立伦都没退 你希望最终郭台铭说太厉害了 人太多了我不玩了 这个做不到的 我认为现在还在放这种消息 或还在想这件事的人 我觉得也太没民主风度了吧 你就让他走到最后 所以还有场证监会别忘了 然后而且还有一个月 中间可以发生的事还是很多 我只能说韩国瑜出现的机会 当然比所有人都高 但是绝对还没有到达 底定的程度 好那我们就来看数字会说话 如果数字呈现出来 除了这个人数之外 民调的数字我们来参考一下 这是民调机构最新做出来的数字 我们来看 如果国民党是韩国瑜对上的 柯文哲跟蔡英文的话 韩国瑜还是领先 但是感觉领先的幅度 并没有很大 如果国民党这边换个人 我们来看的话 如果是郭台铭的话 郭台铭也是领先 柯文哲以及蔡英文 但是呢 一样领先到没有很多 如果单纯看 郭台铭跟韩国瑜的比较的话 他们两个的差距更是小 所以我就要问牛老师的就是 如果我们从这份民调数字来看的话 其实韩国瑜没有乐观的本钱 对 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是说就韩国瑜也好 郭台铭也好 虽然在这个民调里面 其实即便是跟蔡英文比 他们胜出 或者是跟蔡英文跟柯文哲比 他们也都胜出 但就是说 胜出的一个差距 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 基本上来讲的话 其实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或者是多出误差范围一点点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微微的胜出 只是一个脆弱的一个优势 为什么我说是一个脆弱优势 为什么形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样的一个很尴尬的一个情况 主要来讲的话就是说 韩国瑜跟郭台铭 他们该强化的一个优势 没有充分去强化 该积极弥补的一个弱势 也没有积极去弥补 比如说就韩国瑜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前一阵子 为什么民调一直往下跌 主要的一个原因来讲的话 就是说在高雄市议会 接受打询的一个过程中间 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打询 其实被认为是不专业的 民调里面也显示的是 五成以上的人 不希望他第一任做高雄市长之后 就去转战 那可是呢 他针对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他的防堵也没有非常的到位 他只是说如果他当选之后 他要在高雄办公 可是呢你要想到就是说 在高雄办公 坦白讲是一件非常困难 而且有非常多技术性因素变数 要克服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话 这个论述 他这个说服力是不够的 所以针对这个弱点 他没有去做积极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防堵 反正郭台铭的逻辑也是一样 郭台铭最强的一个部分 应该是拼经济的一个能量嘛 因为他是红海的创办人嘛 照理讲话 他应该不断去切金 批经济这一块 替台湾提出一个可长可久 经济振兴的一个愿景 跟步骤策略方案 可是呢 郭台铭他现在所做的是一些 想要follow韩国瑜路径的一些 接地气的清明的一些动作 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战略 我觉得是不对的 因为这个是韩国瑜最强的一个部分 你再做冲击量就是一个第二品牌的概念 所以郭台铭应该要强化自己本身的一个优势 所以我才说 为什么这个民调显示出一个结果 是一个脆弱的优势 就是因为该强化的优势 郭台铭没有强化 该弥补的弱势 韩国瑜也没有积极防堵 主要来讲的话是这样的 好刚才牛老师有特别点到 这份民调其实还凸显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很值得观察 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民众对于韩国瑜现在参选的看法 超过半数认为说他才刚刚当高雄市长 所以他不适合现在就喊参选 我就要问乃津 他的参选正当性 就像牛老师刚刚讲 他其实都没有交代的很清楚 这一部分有超过半数的人 其实是有质疑的 这我想这当然 因为当时就这个国民党来讲 在还没有郭台铭出来之前 的确所有的民调都显示 只有韩国瑜能够赢得 能够赢得明年的这个大选 但是就是你今天的 你今天参选的正当性 是建立在 建立在说我的民调是永贯 永贯这个国民党现在的所有的候选人 但当郭台铭出来之后 你的民调起起伏伏的时候 你的 那你的正当性就不存在了 就是第一个 就是韩粉是一群偶像嘛 他们崇拜这个韩国瑜呢 就是一群粉丝 所以他们飞韩不同 这个情绪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对于韩国瑜来说 我才当 他才当高雄市长 还不到半年 多久的这个时间 你对于 你对于高雄市民的这些承诺 马上就为了你一个更高的目标 就可以放弃 那你接下来 所有的 所有的政治人物 特别是 你接下来 谁要去参选高雄市长 你等于是韩国瑜 给他们造了一个坑 你给他们造了一个坑 就是你们这些国民党的人 说话都不算数 你当时呢 韩国瑜呢 能够在高雄产生的这种感动的力量 这种非常淳朴的 我今天呢 发大财 我要来救 救这个高雄 然后刻意的淡化这个政党的色彩 把高雄呢 过去长期被这个绿营执政的 能够翻转过来 但你现在 这个屁股都还没有做热 你就因为 大家一定很容易就会把它解释成 我今天全力欲望起来了 我这样子眼看着有一个机会 能够拿下大位的时候 此时不拿更代何时 那你的承诺在哪里呢 韩市长他必须要认真的处理 有关于他的正当性的问题 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就韩粉来讲 他们当然可以非韩不投 可是就韩国瑜来说 今天如果到未来 后来到最后 国民党的候选人不是他 他要怎么去处理 他接下来的问题 所以现在韩国瑜的支持者 真的又喊出所谓非韩不投 甚至要求国民党中央 你现在就直接征召韩国瑜了 那这样对于 已经定出规则的国民党的初选 不就又形成了压力了吗 稍微休息片刻 我们来做最后讨论 经过第一档造势大会之后 韩粉就说 我们已经把场面都给大家看过了 那国民党还需要办什么初选呢 应该要直接征召韩国瑜才是啊 但是这对于已经定出规则的 国民党中央来讲 是不是又造成了一个压力 而且规则已经在那里了 现在又喊征召 是不是整个规则又打破了呢 最后我就要问三位来宾 这个问题首先牛老师 是国民党既然定了一些 初选的一些规则 就要照规则走 就要照制度走 他不可能因为韩粉在外面 不断的去做一定程度施压 要求征召韩国瑜的一个动作 国民党就改了他的一个 初选的一个游戏规则 不可能这样做的 如果你这样做来讲的话 党内的一个分裂 你20根本就不用选了嘛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韩国瑜他也不能借由 他自己手上有 大把大把的韩粉 就以这个为整个的一个推力 去跟党中央去做一个较劲 我觉得韩国瑜要多看到 自己本身的一些弱点 去补强他的弱点才对 比如说第一个 他的专业性 可能会受到相当程度的一个质疑 这个部分他专业部分 不管是市政方面的专业 或者是整个治理台湾的一些专业 我觉得他都应该要去强化嘛 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呢 他身边的团队我坦白讲 太弱了 那他如果要进出大位的话 他到底有没有可能去找 有才德有能力有专业性的人 来做他身边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幕僚 帮他拟定一些比较清晰的 战略跟战术的一些 指导的一些方针 这个部分也很重要 第三个 他因为现在建构参选的一个合理性 我觉得还非常的薄弱非常的脆弱 而且呢几次民调都显示 五成以上的高雄市民 或者是民众 不希望他直接去跳打另外一个职位 所以从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他到底如何去建构他自己本身 参选的一种合理性跟正当性 我觉得也是韩国瑜 他自己本身的当务之急 乃靖但是这些韩粉都讲说 如果你们没有让韩国瑜上的话 就是你们国民党中央在从中作手 哇这很难收拾 国民党中央当这个 吴敦毅主席他在 今年春节前左右的时候 他就已经决定不选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的 都是为了要帮韩国瑜铺垫的 那是因为后来出来的郭台铭 那我觉得对于 这样对于蓝军来讲 因为蓝军就是一群被下大的 就是不是厦门大学 就是被害怕 他们就非常的害怕 他们很害怕就是说 在蔡英文这种 就是倒行逆施的状态之下 他们受尽了这个欺负 如果说现在眼看着只有韩国瑜 能够救台湾 能够救一个党 如果明年不是韩国瑜 那又输了该怎么办 所以韩粉的情绪 会一直不断的累积 不断的堆叠 但征召是不可能 关键就在于是说 今天韩国瑜你如果有本事 韩粉这么有本事 那你就现在退党 你现在根本不需要到国民党 参加任何的初选的游戏规则 我现在我就退党 我就退党之后 我就直接很简单 我就直接联署 我就来参选 那希望就祝福韩国瑜 以及祝福所有的韩粉 能够在明年1月11号的时候 把韩国瑜送上领导人宝座 但他们这些人又要退党吗 没有人要退党吗 然后而且现在对于所有在过程中的 不管是韩粉也好 郭粉也好 非常隐形的我们看不出来的 王金平的粉丝也好 或者是说朱立伦等等之类的 还有就是说蔡英文也好 有英粉 有赖粉这些人 在初选结束之后 我认为明年的这场选举 大家通通都会归队 只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如何的不让因为操作太过头 伤了大家的心之后 造成了一个彻底的决裂 那个时候就很难回来了 尤老师呢 我觉得确实有很多人是想要征召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如果不征召韩国瑜的话 你们继续初选就不团结 我就会跟这些说法的人说 你这个说法我已经听过了 那个人叫蔡英文 你想要跟蔡英文一样吗 我认为国民党没多少人 想跟蔡英文一个层次 什么意思 一初选就不团结 还敢叫自己民主进步党 好 但我觉得高层啊 韩颖里面有些高一点的人 在喊这个事是一个虚招 他知道不会征召 那不会征召之后 这个罪要怪谁呢 当然怪你可恶的党中央啊 你们全都是权贵你知道吗 因为你们都跟郭台铭站在一起 就是看不顺眼我们 就是要卡我 对 所以我认为这个伤害 把国民党分成两半 这伤害其实蛮大的 那最后不管谁赢 我认为了这些情感型的选民 各位知道情感有什么特色 情感的特色就是专一嘛 他当然非函不投嘛 现在你问他说 你可不可以投别人不行 我可以 那你爱的不够 你是可恶的 所以现在基本上是这样 可是到了最后我们不要忘记哦 我们不是俗话常说吗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某某顾 我的某某是很多种可能哦 为两岸 为安全 为你的发展 最终你还是要因为出现的 不是某个你爱的人 你就看着台湾沉沦吗 我认为到最后 不管韩国瑜出现 或郭台铭出现 这一次跟过去有个最大的不同 大部分台湾民众都已经醒悟了 我们再也不要重复 过去那三年发生的事了 所以我认为需要沟通的时间 爱也不是那么快能转移 但是最终的团结 还是可以努力的 在这一场造势活动之后 后面还有两场造势活动 而且接下来就是国民党的初选 马上紧接人而来 后续还有很多我们值得观察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 进行到这里 也非常谢谢你的收看 谢谢三位来宾 共同参与我们的讨论 保守聚焦 我们下期待会